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受到美中贸易战 全球晶片缺货的影响 台湾半导体产业具有 全球竞争优势 教育部就在新竹县 明星科大投入9000万 扩大建制半导体人才 培育基地 有封装测试等5个 类产线让学生可以提早 接触实习正式 接牌启用 按下手印 启动接牌仪式 明星科大或教育部 补助9000万 扩大建制半导体人才培育基地 落成启用 副总统赖清德也来参访见证 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或者是ICT产业 一定是会随着 全球智慧化时代的来临的需求 会持续不断的壮大 大家不必担心 就是我们半导体产业 到外国投资 那我们就会失去优势 不会 真的教育部的一点资源 确实在明星科大是变很大 而且不只是一倍 我相信有在地跟 所有企业的密切的合作 那个价值的效果 让政府的资源 是发挥到最大的效益 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的国际竞争优势 投入24亿 在全国大专院校 设置至少20座重点产业人才培育基地 四年前明星科大打造全台大学首个半导体封装测试类产线 有晶圆切割 年金机 打线机等设备 让学子提早接触实习 三年来辅导131人考取封装证照 今年更打造测试类产线 明年开放证照考试 我们一些封舱厂的新竞争员工 竞争报到以后 隔天就要先来明星来做检测 没有检测就回家了 过了就继续用 所以已经变成是 我们跟产业界是共同在培训人才的一个基地 不单单是给学生 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预先在学校先做一个 人才的就是找寻的一个动作 然后他还在就学期间的时候 透过这样培训的机制的话 可以缩短新人到之后 这一段的培训期 我是电子工程系的 然后这边大概接触一年 然后有考到一张 封装工程师的证照 提早接触机台 如果之后 如果找相关的工作的话 比较不会那么陌生 基地共四层楼 楼地板面积1100平 有厂物 设备 检测等五个类产线 透过产观学研 人才合作机制 要持续带动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